音乐太响了 音乐太响了 你是新来的吧 音乐就是这么响啊 天天都这么响了 兄弟们 道伯那个事 被你们给举报 那小子没了 别道伯我了 道伯就是举报你 直接就干没 啥都举报 一天举报老多人了 现在我他妈整俩人 天天啥也不干 就举报 各大平台就举报 行 感笑一二姐 感笑亮哥 感谢韩博士 感谢黄潇勇 感谢都是人 感谢奥关海 感谢西鱼百货 这他妈没开播呢 狂狂的刷这么多 感谢感谢老姐们啊 他们 道伯我这个完了 我今天我还看了一下 我那么铁粉挂四级灯牌的 跟里边还他妈以为是我呢 聊的还他妈挺欢事 四级灯牌 你能不能行了你啊 啊 有点辨别能力吗 我妈直播能六十五个人吗 这一天他妈整的还有来有回的 我操 他聊着天了给这块 这他妈服了 我都给这块 把六十五个人 他妈一看就不是欺恶 肯定他妈是扯徒子的呀 我那妈六十五人 我都给他播 我操 一天我这他妈服了啊 来开启今天的直播啊 开启 他妈还聊上来整的有来有回的 来开启今天的直播啊 今天两个重大的事啊 根据这两个事今天七哥做具体分析啊 第一个北约六个盟国美英法德加拿大进入两万名军人进入抵达波兰完了数千辆军车还有数千名军队全部抵达波兰啊完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 咱们大三角军事演习以及伊朗跟俄罗斯正在清理叙利亚内部跟内部的反政府武装包括地面包括空中 而且伊朗宣布无限期暂停所有飞往叙利亚的航班 要咳了兄弟们 要咳了啊 两线战场 还是跟我那个战略推演差不多 推来推去 应该是两线战场 同时开壳同时开壳啊 呃 不管是东欧也好 完了小马克龙今天又扬言说我要派法军直接到敖德萨阻击俄军 呃 不管是敖德萨哈尔科夫这个七哥在前天就说了 他们往上上肯定是这两个地区 别的地区现在基本上没啥谱 所以说呢 从现在来看 俄军与北约的正面冲突或者正面摩擦 公开的我说公开的以前的不算啊 呃正在加剧每一天都往前蹭一小步 完了伊朗这个宣布对叙利亚的这个航班那个事 完了伊朗今天签了个大单 200亿美元的一个石油订单 伊朗又在中国买了791列这个地铁 呃伊朗最近挺欢事啊 包括石油天然气 呃包括在咱家购买 完了还有一朗宣布在叙利亚这个事 呃结合这几个点 七哥一会敞开分析一下啊兄弟们 所以说 现在老美老美在加沙建港口 完了换取以色列 呃不到地面部队不进攻拉法 就是属于两头 呃建港口想以运物租的形势最后把拉法再封闭 呃以色列要地面部队同时进攻拉法又要跟这个黎巴嫩这种党干 所以说呢 老美跟以色列 在激烈的就是昂萨人跟犹太人激烈的博弈之后 选了一个中间环节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港口运往里边运所谓的物资 老美是一边是援助以色列一边假装好人 往以色列这边在封锁拉法的一个呃港口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美军美军是从本土调的军要在六十天内修完这个港口 而且军队要前期派一千人 从这方面看美国有两个方面 如果他顺利能修完也能达成这个既定目标 那老美那老美就能在这里边呃 遏制以色列对珍珠党的打击地面部队 完了呢 还能让以色列战略包围哈巴斯 这是一点 如果半路老美要被打了 那老美借势直接下场 现在昂萨与犹太的博弈已经到了公开化 而且矛盾非常严重 所以说现在从这两两方面看 最后他们两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协议 但是总体的就是伊朗 伊朗跟俄罗斯正向美以军队各个方面逼近 俄罗斯跟伊朗的革命卫队在叙利亚 对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彻底清剿 清剿完了下一步哥兰高地 以及美国这个港口这个口岸 所以说这接下来 接下来中东的局势也许就因为老美这个小算盘 所谓的修了这个一个码头也好 港口也好 修的这个一个这个小算盘引爆更大的地区博弈 所以说这 俄一俄一两家基本上也准备好了 现在下一步是属于哥兰高地 哥兰高地 呃叙利亚伊拉克珍珠党完了那边的野门完了加伊朗革命卫队 基本上会同时开壳 同时开壳 所以说从这个点 俄罗斯这个在这块支援帮助叙利亚打击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就能看出来了 所以说这伊朗宣布航班无限期停运到叙利亚 这个信号非常吓人的兄弟们 那接下来肯定会开壳了 呃他修这个地区就是属于加沙地区加沙再往上靠 不远处就是黎巴嫩占主党完了再往前一点就是哥兰高地 所以说现在 伊朗革命卫队完了加几个抵抗之湖 再加俄罗斯俄军再加上美军完了再加上呃欧洲联军再加上乙军基本上全部在这儿了都来这儿了啊 所以说呢他们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就叫东地中海东地中海 所以说呢这块才是引爆中东地区或者七哥之前说的是 地区形的三四大战 而不是红海的野门 野门那块解不了以色列 以色列 他是在上边 他是在苏伊士运河这边 所以说野门这边解不了以色列 野门对他贴脸输出 最后美国还是得往上边转移 野门这边还是以空中力量来回对对打 最终还是得延续到叙利亚 黎巴嫩珍珠党 以及 戈兰高地 以及这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是必打的 就是不管怎么看这几个点 是逃脱不了的 所以说呢 美伊两家暂时达成的这个战略协议 根本走不通 接下来伊朗会玩大的 等七哥这句话啊 伊朗会玩大的 完了咱们现在转向欧洲 欧洲这边现在是法国明显是牵头 不管是给老美上眼要 还是他真要抵抗 不管咋说 小法借机 想玩战略自主是没毛病的 他想 毕竟他认为他是武装 各方面他想出头 第二点 乌克兰战败 乌败是美 就是美败 但是乌克兰战败 对于欧洲的地缘安全来说 欧洲肯定现在是接受不了的 除非打趴下了 所以说呢 现在北约与俄军天天劲劲的这么玩 全是以这方面走的 就是往前对抗 所以说呢 北约部队不断往 波兰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甚至进入乌克兰 乌西地区 完了 慢慢往前蹭 最后到奥达萨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 他们现在的既定战略目标前期是 阻止俄军继续推进 所有北约加西方释放出的信号 都指向了一点 乌军快顶不住了 而且应该时间不长了 要不然他们不可能这么着急 美西方北约集团所有的表态表现 到现在来看 这么着急来看 就是乌军所胜的力量不多了 这个是主因 要不然他们还会慢慢稍微给一点武器 继续消耗 但是现在反过来看 没有了 他们现在准备自己轻装上阵了 所以说的 俄军与北约的对抗越来越近 最终的演变形势 是什么样 那就得看俄军能推多远 不取决于北约 北约现在是属于防御 乌军大反攻失败 俄军反推 完了北约防御 听好气和这句话啊 北约防御状态 战争打多大 取决于俄军往前推进的有多远 这就是奥德萨跟哈尔科夫下一个俄军与北约阵营对抗的一个直接爆发的这两个点 所以说呢 俄罗斯是一定要拿奥德萨的 这一点不用想 他必须要彻底切断黑海乌克兰的海路 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而且奥德萨很多亲俄的很多亲俄的俄族也是想归属到俄罗斯这边 所以说 奥德萨港口肯定往前走的 奥德萨这个地方就是海路空都有有的一干 所以说呢 北约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他们这个地方部署军队就是借助离 离奥德萨非常近 所以说呢 现在的俄军与北约都是在部署的过程当中 除了放狠话之外 他们的部队军队指挥系统所有的都是有一步步动作的 而且媒体舆论也是在配合的 所以说这个大方向走到这就跟七哥两三个月前 画的那个地图基本上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还是我那句话 他们开战会一点点来 但是从哪呢 先从黑海以及波罗的海 完了陆地是以波兰完了白俄乌克兰这几个点 从那几个点就是海上上下边黑海上边波罗的海 还是以这个战斗形式 当时我地图七个地图给你们画的非常清晰 北约集团在陆路上从上边的芬兰到下边的保加利亚 已经形成一个大连牌了 而且他们的演习针对的权势 接下来如何应对俄军的反推 所以说呢 一步步往这边走了 基本上跟咱们预测的大差不差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点没动静的这两天 感谢唐纳德 这个点就是白俄 大家别忘了 北约下场白俄一定会卷入战场 所以说对白俄的大力援助 这是两强 提前就部署了 去年就开始大力的 甚至把核武器都立那了 把战术核武器也立那了 工业体系完了中白两家已经升为全天性战略合作伙伴 咱家的工业体系也有一部分往白俄整 所以说呢 俄罗斯的精锐包括大型战机各个领域的 尖堆型武器部署到白俄分战都非常多 所以说北约下场考虑要是从陆路的话 一定会被白俄截断 这个战争就扩大了 白俄一出手 这直接就扩大到乌西 甚至波兰边境 以及波罗的海三沙 这就是东欧的地缘更大规模的战场要来了 完了 另两路就是以北约集团 从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起飞的战机 到黑海 奥德萨 以及克里米亚 上边就是俄罗斯的飞地 加里宁格勒 这个加里宁格勒 波罗的海舰队就是插在 插在北约里边心脏上的一根银针 这就是属于 加 波罗的海 所以说从这几线来看 现在全往这方面部署 咱不说最后的战争形态会怎么样 会不会一下子爆发多么大的地缘 契俄认为可能性不大 但是由于俄军的反推推进 他们会一点一点扩大这个战争规模 因为毕竟大家都在互相试探 互相试探自己的底线 打的过程当中 而且 契俄说了 北约必须以公开化的手段 才能解决问题 这两天我把北约也分析了 通过原屋的形式失败了 这个扔一边下 经济制裁失败了扔一边下 石油限价失败了扔一边下 雇佣军下场失败了扔一边下 北约换装下场失败了扔一边下 美西方集团所有在乌的 在乌克兰境内的所有手段用完了 接下来只有公开化 没有公开化这一边 打不了 还是打不了 要不然你空军入不了场 所以说呢 北约想占优势 还是在空中 还是在空中 在海上 毕竟海军北约要是碾压式的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如果没有战略性 核武器这方面的东西 海海空力量 他们会一点点往上凑 但是呢 这个他有个过程 但是时间不会长了 从俄罗斯 伊朗 联手 中俄一 大三角在阿曼湾的演习来看 完了 以及俄罗斯 伊朗 彻底清剿 叙利亚内部的反政府武装来看 时间不长了 为什么 这两线是联动的 七哥告诉你们 黑海下边是啥 土耳其 土耳其下边是东地中海 东地中海 旁边就是叙利亚 以色列这几个 他们是连带着的 所以说 之前我说过 俄罗斯 玩了两手牌 第一手 把巴勒斯坦 二十四股力量 拉到莫斯科 开了个会 所有二十四股力量 宣布拧成一根绳 一步步 钻成 一根绳 完了 对抗乙军 完了 俄罗斯帮助叙利亚内部 解决美国支持的反政府 这样叙利亚就能腾出空来 打击格兰高地 完了 伊朗 伊拉克的真主旅 已经正式加入对以色列的打击 已经连着打七天了 之前他没打 之前伊拉克真主旅 天天打美军基地 现在是连美军基地 在 在以色列也打了 瓦罗斯 现在 所有抵抗之湖 公开下场的 天天打的 除了伊朗革命卫队 基本上都开始了 都开始了 所以说呢 俄罗斯加紧对叙利亚内部的清理 伊朗宣布 航班 无限期不再飞往叙利亚 开始 伊朗下一步动作不小 七哥告你 由戈兰高地 还有 里以边境 里巴嫩 以色列的边境 以及 加沙 以及加沙 还有红海 从这几个 几段线 来扩大 中东地区型战争 地区型的战争 所以说 美国 确实是想压中东 想压事 但是压不住 伊朗 不会让美国 在两个月之内 把这个码头 修完的 记住七哥这句话 他是不会让他修的 所以说呢 老美这个他想 玩金蝉脱窍 根本脱不了 从这方面看 七哥跟你们说 中东与东欧 的所有动作来看 基本上没跑了 而且 以色列已经宣布 以色列外长直接点名 土耳其 是除伊朗之外的 世界第二大恐怖国家 所以说 这个更能证明 阿尔多安 要在 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 大干特干 帮着 叙利亚与伊拉克 来彻底清除 内部的反政府 武装 库尔德 所以说呢 土耳其打击 库尔德 间接的帮助 伊朗叙利亚 以及俄罗斯 俄罗斯 驻扎东地中海 有一支舰队 就是在叙利亚 完了陆地 也有俄罗斯的 军事基地 所以说呢 这又恢复到当年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叙利亚战争 那个战争形态 最后战争又转到这儿了 还是那些国家 一个都没变 当年联合缴杀 美英法德的国家有谁 伊朗 俄罗斯 土耳其 现在还是这杀货 完了 现在又多了一些抵抗之虎 美英 法德的布局 全部在东地中海 所以说呢 又来个 从来一遍 从来一遍 但这次的意义不一样 这次是解决 霸权 是反帝 反殖民 因为这次 后边还有 东方这个大佬 作证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这一块的绞杀战 而且是捏小椅 捏得越来越紧 从这看 老美现在跟 美国跟以色列的 不管怎么博弈 现在不管是拉法 他是进攻拉法 还是直接进攻黎巴嫩 珍珠党 以色列的表态 其实就一个事 死给你看 美国必然通过这个 军用的港口 他得下场 所以说 美国休60天港口 这60天里边 就是地区战争 扩大化导火索的 最大根源 而且 所有抵抗之虎 不会看着老美这么玩 所以说呢 从现在 开始局势升级 暴风雨的前院 彻底来了 东欧 从他妈上边 从瑞典 加入 北约 从波罗的海 到黑海 到地中海 到红海 甚至到下边的中俄一 正在演习的阿曼湾 以及波斯湾 这一大连串 抵抗之虎 加俄一 完了 再加北约集团 从上连到下 再加白俄 所以说呢 这个战线拉得非常远 但是天天都得有打仗 所以说呢 这一段接下来会非常精彩 所以说呢 中俄一大三角 演习做对了 今天七哥说了 我他妈直播要给他开辟 感谢中俄一 耍的跑车射队 中俄一大三角 让所有大侄子 美国的大侄子 狗子们 特地破防 现在微博上都炸窝了 中俄一演习 短视频平台 网友 全部点赞 但是那些 公知窝子的地方破防了 不干了 感谢东西角的 他们不干了 所以说现在他们怎么的呢 没法玩了 彻底破防了 他们拿出的所有的数据 都说明一点 这帮货就是反贼 七哥告你啊 我为啥这么说呢 首先 北约集团联合韩国 十二国家 在咱家门口演习呢 下边 澳大利亚 菲律宾 美国 小日本鬼子 接下来还要演习 跟南海 完了 北约集团 还在俄罗斯周边演习呢 美英 美英德法 还在东地中海 你基本上 形成一个战略包围了 但是 偏偏中俄一军演 这帮狗奏跳出来了 这帮狗奏跳出来了 他们美爹 联合这么多二鬼子 给咱家门口 他们不说 他们也不敢说 说了出事了 是不是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 中俄一的军演 无论针对不针对第三方 这些东西都不用说 大家要明白 这个在阿曼湾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震慑 一个威慑 接下来伊朗 必须有动作 所以说 俄一 两家会在两线 形成一个稳固的基本盘 完了 东方 坐后 坐镇 从这个战略形态来看 现在基本上 就这个形态 所以说 谁都没法退 美西方也没法退了 说白了 为啥会形成现在这个局面 战争为啥会形成现在的局面 就是代理人挺不住了 你就必须得往上顶了 代理人战争挺不住了 你要切个 听好切个这句话 感谢 动爱 耍的跑车车 对 对 所以说 以色列被捏的不行了 经济各方面 老美也跟他牵扯 乌克兰这边快崩盘了 要不北约不能这么着急 从这两项看 就是 还是契格说那句话 代理人屏障没了 中间那个屏障没了 那你们直接就来吧 直接间接 你们都得来一下吧 所以说呢 小法最近跳得高 跳得低 不 他是战略自主这方面 管不管 但是 在这个 援助乌克兰 或者是他们 顶住俄军反推这个战略共识 欧洲应该没问题 欧洲唯一达不成共识的 就是怕 惹怒俄罗斯 再给他扔两个战术核武器 这是他们担心的 别的下场这块 他们不考虑的 下场下场这块 他们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所以说呢 从战略形态来看 七哥去年我就预测了 俄军与北约什么时候打起来 我说这个我不给时间 但是我告诉你 我说乌克兰 拜那天 就是他们要干那天 这一天 马上快来了 中东 也是我发的第一条视频 我说巴以冲突 一定会扩大到 中东地区的冲突 而且我当时给他 起了个名 叫地区型的 是三战 马上也要来了 马上也要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两线基本上一点不掺甲的 按照咱那个剧本往这来的 虽然每一每一天发生的事不一样 你打他他打你 但最终怎么演变也是这个 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 乌克兰不能赢 以色列没法战胜哈马斯 突不了围 这个就是他们正面战场 不得不打的原因 就是你怎么想压 不是你美国说了算的 美国不想在中东党 但你压是压不住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说白了 美国失去了威慑力 所以说 他的代理人 他的代理人就会被捏爆 这样导致老美不得不下场 所以说呢 美国 越在咱们周边战术挑衅 越对咱们战术挑衅 老美 那两边打的就越狠 所以说 老美现在利用R3 R3 莫迪现在上来挑衅 美西方先爆出来 派增兵一万 然后呢 莫迪又访问所谓的藏男地区 所以说开始上眼药了啊 R3在 以色列那边战完队之后 中美对抗 七哥告你们 这么回事啊 中美对抗 R3一定是占老美 这个不要想 从地缘上看 他也是占老美 但是美俄对抗 R3不会完全占老美 美俄对抗 R3会在 美俄之间两头吃 尽可能 不得罪太多 但要得罪太多 他也是得罪老美 就是美俄 R3更看重俄 中美 R3肯定是倒向老美的 这一点大家对 这一点你不用想 所以说呢 R3就是七哥说了 实在不行 R3就是咱们的突破口 在北约与俄军 或者是北约与伊朗 有冲突之后 R3就是咱突破口 那天我说了 打R3有几个好处 首先是 他们北约先缴合起来之后 有几个好处 首先是在他家打 基本上上他家打架 啊 完了呢 是席部 暂时远离咱家的经济发达地区 完了呢 还不用海上力量 对 完了还不影响咱们整个亚太的所有战略 完了还能切断他们的印太战略 同时还能打通 咱家到伊朗的所有陆路的路线 这就看R3能蹦得到多高了 所以说呢 切断R3的这两条路 在海上咱们已经形成了 所以说呢 收拾他 现在来看 比收拾别人 利益更大 而且七哥说了 在中东 特为围猎 小乙 美英乙的时候 中间 谁蹦出来 这个货 肯定是挡道的 那他死的都得惨 所以说呢 R3在上演药 R3在上演药 现在 但是没有用 接下来呢 咱家什么时候说的 跟他摩擦冲突 玩的大 取决于中东跟东欧战场 什么样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 咱家肯定就是未来没有这些借口 咱家整还不好整 由因为有借口的时候 阻止 七哥说了 阻止他工业化 切断他 切断他的发展进程 要不然未来一带一路 他也是个麻烦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 问题不大 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 七哥说了 印太战略就所谓的 美国这一帮 小column 包括咱给韩国 日本从上面下来 从东北啊 往到日本 到第一党链 到小蔡蔡 到飞猴子 菲律宾猴子 在澳大利亚 这一大包 全在咱西太平洋 前边 都唯独 阿三在咱后边 明白吧 咱要在前边 整事 阿三 肯定 挑事 这样陷入两线的 可能性 巨大 而且 即使 阿三也会通过 马六甲到南海 形成一个威慑 也会装把毒的 很难受 但是咱家在 陆路上 直接咳 阿三 亚太 他们没人敢 打第一枪 而且 没人能救得了 阿三 陆路上 明白 七哥说 说这话不对 所以说 打他 能肢解 印太战略 而且 还能 化解 整个亚太的 直接冲突的风险 所以说 对 从这方面看 从这方面看 战略上 我已经讲的 非常清晰了 如果阿三 不得瑟 暂时 不得瑟 那 练小彬彬 就是菲律宾 七哥说了 在南海 来个杀鸡 镜猴 那就是他 对 所以说 这上侧 是阿三 中侧 小彬彬 下侧 才是小蔡蔡 下下侧 那现在是半岛 半岛 现在不能动 半岛 是最后的王牌 半岛洞 就是代表 打完了之后 美军 彻底撤出亚太了 所以说呢 这个烈度 有多大 打多大 在哪打 怎么打 这就体现 一个战略智慧了 所以说 你打开地图 整个 完了 你再联合 其他两线战场 一看 问题都不大 对 一看问题都不大 所以说呢 很多人要明白 因为战争 这个形态 它不一样 形态 它是不一样的 咱家有陆路跟 陆路两个选择 海陆两个选择 所以说呢 战争形态是不一样的 只有这么整 才是对的 所以说呢 这就是接下来 中俄一 三家演习 俄一 军事联动 俄一的军事联动 非常密集 俄罗斯的农索右 现在已经超过原本 定的那个规格的27倍 不是 伊朗 伊朗的农索右 所以说伊朗在核武方面 现在 大力的往前推 这都是俄罗斯支持的 甚至是公开支持的 大地 普京直接跟他们说的 核武方面可以发展 对 公开支持的 所以说呢 大地越这么玩 以色列越坐不住 越睡不着觉 本来他妈要嘎了 越睡不着觉 所以说完了本身 还被抵抗之如捏呢 所以说 那以色列越得拉老美下场 所以说老美在中东下场是最符合中俄利益的 你捏住一个以色列 让以色列咬钩 完了 通过以色列再钓一个大鱼 就是老美 这是中俄战略上最牛逼的一盘 也是一直往这走 老美默默唧唧好几个月 被抵抗之狐一顿揍 脸都不要了 啥都不要了 眼门始终没敢公开下场 这就是这个原因 对 就是这个原因 老美不上钩不行 七哥告你 老美不上钩 只有一条路 出卖以色列 要不然无解 七哥告你 无解了 咱家已经给他定型了 巴勒斯坦必须建国 感谢这大江湖 对 要不无解啊 所以说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他是 他必须得咬 无解 除非把他卖了 除非把他卖了 要不然老美 你不上钩以色列 天天被揍 你啥能受不了 对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除了卖他 要不然自个人下去 这就是中俄两家让他咬钩 对于咱家来说 跟俄罗斯还不一样 咱家是希望 两线全咬钩 东欧咬钩 中东也咬钩 乌克兰这个钩没了 脱钩 乌克兰 钩给人家挣扎 拉着老美下 老美不干 现在 对 北约是主动把钩套上的 哎 北约是给乌克兰那钩 拿完自个套上了 没招只能套上了 但是以色列这是啥 以色列都 勾不勾住了 自个咬的钩 亲自咬的钩 咬完了 想把钩给老美在套上 老美不干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他俩给这作 对 他不干 不干那就加把劲 不干让伊朗加把劲 对各个方面 对 所以说 那边 北约自个捡个钩套上了 中东这边 有点不敢套 现在就是那个情况 套也得套 不套也得套 感谢内塔利亚胡 亲哥说的好形象 是不是真个理 我这一说就明白了 北约是自主 摇钩现在 但是中东那块 没人看上他 所以说 美国跟以色列呢 矛盾公开化也好啊 或者各方面 咋整都一样 所以说 美国想出这个损招 太他妈损了 修码头 这个招太损了 亲哥告诉你 他修码头 这个招嘛 损 完了有点小算盘 完了一整年 还让中俄一 直接能看出来 他是想要修 修码头的目的上 给加沙运输物资 运输物资 他明明以色列的武器 都他给的 以色列拿了他的武器 屠杀加沙 老百姓 最后他想 晚一下 找个形象 好的形象 完了呢 通过这个 从上边切断 黎巴嫩珍珠党 与以色列地面部队 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打老美军队 直接就上了 就在加沙这个地带 完了呢 下边拉法 以色列还能趁机 关闭那个门的港口 把人撵到加沙 这就是美以达成的 邪恶周心 达成的这个协议 但这个协议呢 一定会被俄裔 打个洗碎 伊朗一定会对 这个地方发动攻击 或者是抵抗之乎 会阻止老美这么做 逼着以色列 现在所有全在等 中国在等 俄罗斯在等 伊朗在等 等什么 等乙军地面部队 与黎巴嫩珍珠党 正式交手 因为一旦交手 战争形态才会扩大化 不交手 不交手 就一直围着 一点点给以色列放血 对 现在就等着他交手 因为他交手完了 老美才会咬钩 以色列不与黎巴嫩珍珠党交手 老美他没法咬钩 他没有 他也不能说 帮着他直接公开打架杀 这个东西在这摆着 所以说 从现在 整体的战略形态来看 老美这个钩 还是脱不掉 这张大网呢 持续在收紧 一点点把老美 彻底绑在东地中海 这个位置 彻底绑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老美对咱家这个周边的一个战术挑衅 包括让印度 包括让印度挑衅 所有的东西 全是围绕其他两线 解不来 解不来扣 嗯 短期内 咱家这块短期内 应该问题不太大 但接下来 小蔡蔡这块 他们会持续加码 那个美国那个雷蒙多 又要访问菲律宾了 4月1号 不出意外呢 访问小蔡蔡的 接下来 欧洲 美国都会增多 甚至公开欧洲卖武器 美国公开给武器 甚至公开欧洲 甚至北约网国驻军 全部以挑衅心态 战术挑衅心态 来这 接下来 他们一定会这么玩 就是什么呢 他们这么玩的目的是啥 请跟你说 并不是意味着说的 啊想干一战 并不是 就是想解扣 就是想 担救以色列 这就是 谁也不想退让的结果 感谢八大黑 这就是谁也不想退让的结果 而是层层加码 感谢拿捏小蔡蔡 对 谁也不想退让 而是层层在上面加码 但是这块形态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啥呢 咱这块形态 就他战术挑衅 咱们可以忍 但是 这块的第一枪 咱们不打 他打不起来 这块的问题取决于这个 咱们不打 他动不起来 就是他们都是挑衅 但是中东那块 实打实的 真正的战争 这是主要原因 所以说呢 美西方集团策划 在东亚也好 中东也好 东欧集团的 现在所有的 上野药也好 基本上都是为了 其他两线战场的下场 还有一点 他们在半岛的演习 加剧 包括 接下来跟与菲律宾演习 所有的战术挑衅 都是因为他想遏制咱家 或者是 他们告诉咱家 你 老中 我们北约要下场了 我们要在东欧 中东下场了 你别管 管没你啥好事 这就是美西方这套 从你们二战冷战之后 一直用这套 恐吓 威慑 吓唬你 但是我说了 这帮货 自作多情 永远不了解 真正老中的实力 各个方面 我们说嘛 他们现在 嘚瑟的欢 嘚瑟的有多欢 将来死的就多惨 不信 咱就走着瞧 他们下场试试 下场那天 老中 绝对 一鼓作气 直接把他们联合 全部缴上 哪一个他也跑不了 你就看七个说准不准 对 他们跟咱玩这套 震慑这套 屁用都没有 所以说呢 从这几点来看 战争形态变了 就是代理人战争 屏障没有了 呃 屏障没有了 更大地区的 呃 规模的 战争要引爆了 咱家的战略 也该改变了 呃 总体的战略 现在扑的局 没问题 咱基础打好了 包括南方集团 七十七国 一带一路 一百四十国 这所有的 包括南美 非洲 基本上都是站咱家 这边的 这个包括东盟 东盟里边 有一个挑刺的 菲律宾 其余全站咱那边 南美那边 除了阿根廷 基本上全站咱那边 现在 非洲那边 那都没问题 中东 除了以色列 全站咱那边 中亚 全在 全站咱那边 完了 多了一个南亚 那个小 小刺头 阿三 现在战争形势 就是战略态势 政治外交方面 就是这几个原因 完了 还有一点 就是啥呢 一旦更大地缘战争开启 那咱家的 整个战略 全部改变 呃 基本盘在这呢 说白了 就是 由中立 慢慢走向 对北约的一个公开化 联合脚杀 首先俄乌战争之后 咱家替换的所有的东西 全是靠北约 他们问咱们俄罗斯 为什么侵略乌克兰 咱们一直说的都是北约东扩 有北约 我没说吗 七哥说了 北约的集团 冷战后 没解散 反而扩张到现在 就是给三战做的准备 没有三次大战 北约集团不会散架 北约集团 被消灭那天 地球才能真正迎来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约集团是这个地球上 最大的毒瘤 必须被清除 所以说北约下场 咱家没必要再中立 因为北约之后 咱家没有敌人 咱有敌人就是外星人了 北约下场 咱就不用抖包了咱家 就不用中立了 左右逢圆了 不需要了 直接拿捏就完了 北约之后没有敌人了 就他妈外星人了 对 所以说七哥在说 对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攻防转手 真正的攻防转手是啥呀 直接干 直接干 公开援助 公开援助 对还卖啥关的了 所以说呢 下一步的战略 就是等待 东欧冲突 逐渐升级 中东地区型大战 逐渐引爆 完了 咱家坐镇 咱家周边有挑刺的 直接往死里送 完了 那边公开化支持 没招 七哥告你没招 不能让他掉进新冷战 新冷战绝对不行 那给人类带入深渊去 明白吧 但是军事对抗 咱家不结盟的情况下 咱们不占北约是对的 北约都是咱们敌人 就是 在一个扩大型的战争 在消耗过程当中 直接把他们干垮了 就完了 所以说不能进入新冷战 新冷战是不能接受的 除了这个都可以 对 就是热战 就是热战 给他解决了 新冷战不行 新冷战不行 对 所以说呢 来兄弟们 来一根 还没看着 还有一根 彻底跟除 对呀 咱家的世界上 干掉北约之后 怎么我们说 北约集团 背后就没咱们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棋逢对手的一个敌人了 没有了啊 七哥最后打魔物咋整 七哥今天详细跟你分析一下魔物战 跟以往有所不同 嗯 蘑菇战 也不是说的 完全不可能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可能性极小 很简单 中俄坐镇 蘑菇战的可能性极小 感谢感谢山珠哥 咋的了 刷刷这些个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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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蘑菇战 可能性为啥 七哥说小呢 首先还是那句话 中俄坐镇 老美已经被中俄绑上安全带了 老美不敢跟中俄玩蘑菇战 这是第一点 如果说北约集团 快速杀入 打得快点 老美呢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不排除老美 拱着俄罗斯放蘑菇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而且还很大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谁先放蘑菇 谁就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这句话你要听好 老美拱着欧洲往前上 给俄罗斯打鸡养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为了消灭北约部队 放个战术性蘑菇的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但是谁放了这个东西 老美就可以拿舆论战各个方面 彻底让全世界进入恐怖气息 彻底让大家屏住呼吸 让欧洲人直接跟老美绑定 如果打谋战 第后果基本上是进入新冷战 老美不会跟着打 老美不会跟着打 但是我一直说有个前提 中俄会高度信任 在这里边咱家一定会压制俄罗斯做这种事 但你压制的同时你前线俄罗斯不能站在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不管是伊朗对俄罗斯的一个援助 还是白俄还是朝鲜这些 还是咱讲这些东西 它要有一个面上的东西 所以说老美 老美玩的就是这个 谁先用魔物 谁就站在对立面 但是还有一点 从现在的战争形态来看 不可能 我认为可能性极小 那除非往后发展 那北约跟俄军确实打毛了 公开宣战了 各种发生的事 那咱们现在预测不了 咱们现在预测不了 对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但是咱家一定是这点的 咱家不玩蘑菇 但咱家的威慑就是属于拦截蘑菇 拦截洲际导弹 咱家中断陆基反导弹 直接就是拦截 咱家这方面是百分之百拦截 咱家用这方面来制约老美 所以说呢 不管从这几方面来看 怎么看 短期内不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随着这打鸡眼了 说不啥样了 对 那还得往后看 还得往后看 但是可能性不大 因为有咱家 因为有咱家 他俩不敢干 他俩不敢干 还是我那句话 干蘑菇也一样 咱家战谁 谁赢 咱家战谁 谁赢 嗯 咱家战谁 谁赢 你就记住其他这句话 对 所以说呢 中俄为啥说是这个世界基本盘 就在这 没有中俄 肯定是不行 所以说呢 不管地缘 地区战争扩大到什么规模 那咱家 你一定会出手 你记住其他这句话 刚开始俄军被好几个反攻之后 咱家疫情宣布结束 直接来个伊沙和解 你们记得我呢 战略形态彻底改变 直接咱家夸夸访问莫斯科当时 战略形态直接改变了 要不然不行 咱们也着急 你前线的事 咱家都得了解才行 所以说你从这方面看 都说以色列 以色列还是七个那句话 以色列敢打蘑菇 老美都得灭了他 二一个 还是我那句话 以色列没蘑菇 但凡有 有一个蘑菇 他也不至于被伊朗下这笔 伊朗的蘑菇 他妈一半还没研究明白呢 他狂狂下这笔 天天的 对 他没蘑菇 他的蘑菇 是美西方帮他吹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 美国除了英法 二战前的老地盘 老美不会让他有蘑菇 老美只是让他在中东 当看门狗 不是让他上来扔蘑菇玩去 老美让他 给中东当个钉子 分而治之 不是让他那撇蘑菇玩去 老美那么多蘑菇 还在乎他那撒瓜俩走的吗 二一个 他他妈整蘑菇往哪放啊 屁大点地方 那妈骑自行车一会儿都干出国 他奶奶干哨子 那小地方 哪天他妈哈马斯 扔个火箭弹 他妈扔蘑菇上咋整啊 那妈光一下 整自爆他奶奶个腿 那小鼻仔 那大点屁地 整蘑菇干啥呀 一顿他妈大导弹 那妈框框 全自爆他奶奶个腿 他整蘑菇干啥呀 他往哪儿 他往哪儿安呢 那么全原地爆炸了吗 那玩意儿 他没蘑菇 他吹牛逼 他有蘑菇 是包装出来的 为了吓唬整个阿拉伯世界的 整哪儿他也白费 对 他有鸡毛蘑菇 我是你是老美 你能让他有蘑菇 本来犹太财团 就他妈掌控着老美 这么多资源 你让他有蘑菇 那不给老美惹事呢吗 他敢打蘑菇 那他不就嘴被灭了吗 他蘑菇能给伊斯兰世界 推平了吗 他敢扔蘑菇伊斯兰世界 你妈不得给他 给他生啃了 给他啃成骨头渣子 不得呀 老美你敢放个屁吗 你战略形态上 老美不可能让他有啊 老美还什么 差他那点逼玩意吗 差他那撒瓜俩枣 老美他妈五六千枚呢 是啊 所以说他他妈哪来摸过 再说犹太复国主义 那玩意比纳粹都狠 老美还能不了解吗 你给他这玩意 他就给老美惹事行 他现在不天天给老美惹事的吗 你他妈是真他妈给的 真他妈有磨磨 你妈呢 老美那直接就 老美都得给他灭了 能灌着他吗 那肯定呢 老美这关肯定过不去呀 你就跟小日本鬼子 想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 这么小个事 现在来看 二战都过去八十来年了 就这小事 老美都不同意 安倍晋三我都搞死你 我让你整 就自卫队改成国防军的都不敢 因为啥 老美认为 我一旦松开这个口 你小日本鬼子 你小日本鬼子 你他妈改成国防军了 你他妈一点点的 你能放开这个口 就有下一个口 小日本鬼子最后放大似了 美军在日本驻扎五万人 小日本鬼子给咱家通个信 来个突然袭击 要把这个五万美军灭露 美国砸整 或者说直接 直接就告诉老美 你妈给我撤军 给我滚出去 老美你能咋的 管不住了 明白不 他管不住 所以说老美 他们都不可能 那事让他们整 咋的 你说 对不是 这是真实东西 你要不然老美现在就完全可以 大大方方的放开 日本所有军工体系 放开德国所有军工体系 你俩咳就完了 你俩给前面咳就完了 但是关键是放开完他咳谁呀 这是你老美说了算了 那德国放开完毛子 跟他妈跟俄罗斯 联合你妈的你说咳谁 他咳你 那小日本呢也是一样 因为啥 德国日本他俩地缘上 一个离俄罗斯近 一个离咱家近 经济上离不开 但你老美在哪呢 你老美打不过你跑家去了 他俩给他俩扔着 他俩不找死呢吗 可谁呀 这是老美难受的 原本早放开了 而且老美整那几个玩意儿 哪个不是反骨仔吧 那德国日本 那意大利 都是美好奏都是 那小法 现在就咬牙跟老美降 老咬牙降 天天天 这都是 而且二战之前 这几个国家都是工业国 只是二战后 他妈被老美 他妈给压在脚下了 压这些年 你老美放开他吗 你说他有谁 他有谁 老美就这么硬的 把北溪管道给炸了 要不然他妈 他管你老美不老美的 我就跟俄罗斯 通天然气 俄乌战争都打那长时间了 德国的舒尔茨 害他妈天天买俄罗斯天然气呢 老美说啥都不好使 最后老美 你妈的我直接给你炸了 炸完了老师 但是老美又不在德国驻军呢 老美炸了 你奶奶上 你炸完我直接跟他妈的 俄罗斯联合 你妈我瓜分乌克兰去了 你奶奶的 这是实话 美好奏 这帮玩意 老美你以为 看他们 管他们那好管呢 哪有好玩意呢 没好 老美手下 没好人 不是七个条的脸 沿着这个灯光 今天 我没挑 天天就这样 对 可有泰 所以说呢 以色列没魔过 还是七个那句话 没有 他就一吹出来 老美这关都过不去 更别说别人了 七个告明 这是一定的 而且现在 主体的 主体的不管什么问题 而且他真有魔过 七个真希望他有 他真把魔过扔出来 那全世界的 伊斯兰世界 凭推他 老美一个屁不敢放 以色列都 跟被啃成骨头罩子 我们说谁先放魔过 谁站在人类对立面 但前提是 被 前提是中美俄三家 本土不能被大规模入侵 别人没事 对 不能被大规模轰炸 这三家的前提 这三家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谁打魔欧战谁废 谁打魔欧战谁废 对 明白七个说的吗 对 他现在 咱们玩的 中美俄三家说白了 玩的就是一小号 玩的就是一个小号 就是经济 综合实力 所有的 在国际上的一个小号 我们说 战争形态有很多 外交都是 不流血的战争 政治都是不流血的战争 贸易战 技术战 科技战 生物战 各种战 都是战争 真正的热战 那只是高烈度的 还是七个说的 就是看谁能消化过谁 都是战争 没有一个 他不是战争形态的 其实 对 文化领域更是 文化战 现在对咱家来说 那是太重要了 文化领域 最近那 揪出多少人来 文化战 现在形态 咱家正在 逐渐的建立这些东西 传统的那些 所谓的精英层 在当年 写出的一些 什么作家 那个年代 改开之后 整出那些东西 大家追捧的东西 现在意识形态 现在大家都 意识到了 文化 自主有多么重要 他们那一代 抛弃的自个儿 舔着美西方 现在 把他们滴了出来 也是好事 滴了出来 也是好事 对 现在是啥 老百姓不一样 老百姓 现在老百姓 不那么好忽悠 都明白事了 都明白这些 美西方 这套手段了 对 所以说 他们 现在关键是啥 有一点 这是啥呢 那个年代 代表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完了 现在拿出来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文化自信的 一个觉醒 觉醒的一个阶段 就美国 就是想通过这方面 一直对咱家 每日 他俩一直都是这方面 每日 但是现在来看 没有用 注定被抛弃 人人喊党 人人喊党 没有什么用 我感觉 文化这方面 想对咱们 还是奇恶那句话 但是这块呢 是老美最擅长的 一直形态 这块是老美最擅长 阿拉伯之春 东欧巨变 全是老美搞的 全是一直形态 波罗的海三傻 波兰 乌克兰 这不都是一直形态吗 以前都是苏联这边的 后来一直形态 全被老美整走了 现在不全是崩最高的 阿拉伯之春之后 叙利亚幸亏顶住了 全干完了 叙利亚要是顶不住 中东也完了 所以说老美这个 唐一炮弹 还是很猛的 你这玩意不服气不行 中东 南美 南美那整啥比较的 南美 中东东欧 全是 咱家这块 你最后我说了 就是你们 你怎么解答 近代史 美国的文明 所谓的民主 西方的价值观 你怎么反驳它 或者拿出实际的证据 因为老百姓 它是不懂的 大部分人 所以说呢 那你只有 在更高的领域 去碾压它 感谢一页 孤舟 就是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必须得拿到这个制高点 而且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本上被联合国所有权认可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你必须碾压它 而且现在放任 以色列搞种族屠杀 美国搞贸易壁垒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他们的民主 自由贸易 以色列那个犹太人 那这么多年的洗脑 所以说现在 政治文化方面 咱家文化方面是咋的 毒瘤肯定没去除 毒瘤甚至稍微还占点上风 或者是现在已经达到个平了 以前这些美狗 直接碾压咱们的 洗脑 现在基本上打个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往死里碾压他们了 在咱家 他没好使 咱家顶住的压力是巨大的 顶住压力巨大的 其他地区全是战乱 全是战争 战争形态也演变的 全是这个 乌克兰没有2014年 2013年的那个 亚努科维奇被颜色政变 哪有克里米亚的事 更没有现在俄乌战争的事 所有的东西 这不全是美西方的这种 洗脑导致的吗 东欧全部是吗 全部都是 中东也一样 现在的中东 一杀和解之后 这算给扭过了一点了 感谢兔兔 就是大国博弈这块 但你普通人 或者是 所谓的那些精英层 就是在你这个国家 捞到第一桶金的 没有一个不崇拜美西方的 中东那边也是一样 咱这边呢 有 但不那么多 俄罗斯也是 东欧更是 就是 他们的美西方的资本 用舆论这么洗脑你 但是美西方集团的资本 你一定要佩服 因为啥 他们永远配合政府 在打舆论战 配合政府 在做任何事 因为啥 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 美国赢了 资本知道 他们能得到多少利益 美国赢了 美国的资本家品牌 全球继续掠夺 继续吸血 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咱家这帮货 媚外的这帮货 美狗这帮货 他们不一样 他们想法不一样 他们跟美国资本一样 美国赢了 我能给他当狗了 美国赢了 他们能当狗 他们继续来搜刮 咱们咱自己家的底层百姓 完了 他们给美国的资本 当二串的 民国说就是 对 但他们永远意识不到 咱家把老美斗倒了之后 他们在全球能得到多大利益 这就是没有民族 没有民族觉醒的一帮人 达不到的 我为啥说 你像华为比亚迪这种企业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不一样了 你就跟现在咱不说别的 咱别的例子不拿 国产车这一个例子 现在网上 得有多少二串的 接受不了 甚至要崩溃 我这么跟你说一句话 燃油车 这么长时间了 并不是咱家 差多少技术 燃油车 是不是被德国 美国 日本打败的 直接原因 就是这帮人 在意识形态方面 就认为 低德国 低美国 低日本 一等 所以说 燃油车 不敢定高价 永远 在沿着日本 德国车 第一架里边 徘徊 他们不敢定高价 所以说配置各方面都上不去 所以燃油车没起来 但现在的电车加增程 直接订五十万 一百万 你奶的少 你算老几呀 你啊 你德国 日本车 敢定价 才是中国人文化自信崛起的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你不敢定价 你怎么跟他们竞争 你卖的便宜 你各方面 技术 你也提升不了 敢定价 才能跟他们叫板 才能剔除那些 所谓的 他们那些思想纲验 所以说呢 咱家一定高价 咱自己家的这帮货 就崩溃了 你咋能卖一百万呢 你咋能卖五十万呢 你妈的 你给我看看数据去 看看数据去 卖五十万 你妈全球排 跟燃油车比 全球都排进去了 百万以上的车 在他们中国里边 都现在销量都得排第二 马上就第一 所以说敢定价 国人是支持的 但前提是 这帮 有国家自信的 文化自信的这帮人 是支持你的 所以说 当时他们就不敢定价 现在十年呢 国家十多年 对新能源的大力补贴 拿出多少钱呢 让你干啥呢 所以说你不敢定价 如果说新能源 按照以前燃油车那玩法 跟着人家特斯拉屁股后走 特斯拉卖三十万 你卖十万 卖二十万 卖十五万 你永远起不来 因为你在意识方面 你就被人家碾压了 明白不 你要像以前似的 跟着人家走 特斯拉那永远超不过的 人家牛逼 人家卖三十万 卖五十万 那我就得比他便宜 那又一样 又完了 明白不 新能源崛起 告诉你 就是敢定价 这是大战略 国家战略 你不敢定价 中东那么土豪 能买你的吗 你再好的东西 他能买吗 俄罗斯那么寡头 能买 能买你车吗 巴西那么 能买你吗 你他妈到巴西 咱家卖一百万 到他那卖二百万 你看他买不买 感谢我打大哥 你卖二十万 你的车整出天花乱坠 他都不再买的 你必须卖的贵 比他们还得贵 他就买你的 这是肯定的 华为为啥第一个被狙击 你真以为是5G吗 因为啥 华为手机市场 进入全球高端领域 跟他妈苹果三星 直接竞争 这是敢定价 老美再不整华为 华为当时给欧洲销量 已经第一了 苹果是美国的基本盘 三星是美国的狗腿子 你华为卖这么贵能行吗 正常来说你应该 比苹果少卖一千多 卖两千多 你咋能卖四五千呢 为啥干华为 因为华为第一个T数 赶快定价造起来的 所以说你啥问题 你得看根本老美并不一定 短期内看啥技术 他得看销售额 如果苹果的基本盘被干倒了 废了吗老美 这才是根本 他妈的 自己家的企业 定贵了定贵了 你冷嘲热风 你不买你 他妈装啥毒 你愿他妈买哪个 买哪个不买你 便他妈嘲讽 没有用 对 定价权 你他妈得敢定价 这是新能源崛起的 直接原因 要不然你长多少品牌 被特斯拉一家碾压你 没有华为手机 咱们中国所有手机厂商 正的份额 都不及苹果利润的20% 没有一个能打的 加巴加巴 不够苹果一个嘴巴子呢 只有华为 华为除了他的地位就不好使了 这是现实 你他妈不敢定价好使吗 看事儿角度吧 你得他妈刁钻 老美 美西方掌握着专利权 定价权 国际贸易权 甚至他妈战争权 你就得突破 兄弟们 你得敢于突破 国产品牌 你必须得敢干 必须得敢干 要不然你永远给美西方打工 你人家永远瞧不起你 加上 不是 你 给美西方打工 你可以 乱 可以 我 刚才 诶 我 这个 我 罢权解决过 不是罢权 七哥告你 这就是在反罢权的过程当中 咱家现在就新能源崛起 就是反罢权的一环 而且反的老狠了 所有权是 这样一会七哥结束